林玉玲宏太教育基金会 以及国际教育资源网学会 一起来办理ChangeMaker计划 希望培育具有社会使命感的社创人才 我们发现PISA在这几年陆续增加了 全球素养、创新思考的评量 整体国际教育的趋势都在培养ChangeMaker 去教导下一代怎么去判读一个社会议题 去沟通不一样的观点 大家共同领导采取公益行动去对应SDGs 108课纲上路以后 学校现在有了弹性学习时间 老师和学生就有机会可以来规划社创行动 ChangeMaker计划邀请台湾各地的高中生组队参加 在暑假会举办私讯营跟启动营 私生先认识专题式学习 以及社创和影响力的概念 各团队会选择一个在地议题 实际进行设计思考的流程 各队回到学校之后 由带队老师引导 访问在地的社创组织 认识更多的关系人 进行更深度的探究 让学生能够更深入的去解析议题 上学期结束的时候 将进行提案日 彼此分享交流 拼取社创PBL跟DT评审的建议并进行反思 下学期的时候就会将这样的提案进行实作 学生们以实际的行动带来改变 最后各队将进行成果发表 例如我们有学校在处理 骑楼有许多的障碍物造成交通不便的问题 我们也有学校在处理在地文化 像是八卦山的观光重振 以及牛须的保存 我们还有学校在关心与了解无家者的议题 活动整个来讲很大的一个意义是 第一层 让学生开始关心社会周遭的事情 而且真正的投入 继续了解跟去解决问题 第二层 他们开始有了实际的行动 当然这个实际的行动中间 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 也会碰到一些挑战 那他们必须要有一些想法 而不是莽撞的自己主意 所以这个也就是第三层 他们是有思考 而真正到有行动 然后去达到一个更好的社会 这一次辅导团 我们提供了包含财力的资源 他们要去做design thinking 我们就提供讲习 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 那另外一个support是 我们辅导团的辅导老师们 直接跟学校里面去对接 在过程里面给予一些咨询 让他们在运作的过程里面 能够得到一些支持 整个案子这样的执行下来 从个人层次 就学生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部分 他们有些是个人突破了自己 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想不到的事情 他们现在能够做到或者去想到 那时候还蛮先入为主的 认为街友它是一个问题 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状态 但是自从参加了台大的民队之后 然后我们有更多接触的经验 渐渐地去修正 修正成我们现在的计划 我以前很常就是只从自身的出发点去思考 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去思考三种不同的角色 对他们来说 现在的社会问题 有什么影响到他们的地方 以及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方向 怎么去解决这项社会问题 那第二个层次是 我们非常强调的 它必须要去进行团队的组成 跟团队的磨合 到团队整个的成就运作 第三个 我们整个是在面对社会层面的议题 甚至是问题 那经过学生的一个投入 我们也不期待这一次就能够直接解决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大的意义是 学生或者是老师们 在这个过程里面 能够看到它在社会中的价值